花蓮縣政府最近在清查地震資料時發現 轄區內有7815筆土地 417間房屋 不動場所有全人死亡後 半年內繼承人沒來辦理繼承登記 縣府就會依法列管15年 最後交給國有財產署拍賣 拍賣所得會在代管10年 國有財產署保管10年之後 如果仍然沒有相關當事人出面來辦理繼承 然後10年之後就歸屬於國庫 根據縣府資料 依照108年土地供靠縣值計算 這些不動場高達41億 吉洋鄉占7億4千萬 花蓮市與收封鄉也各占6億3千萬 其中大多是因為繼承人數太多 意見不合導致無法登記 繼承這塊土地的人數 已經擴充到80幾個 那我們沒有辦法把這80幾個家族裡的人都早期 然後去把這個遺產做一個處理 所以只能讓他延續的一直過戶一直過戶 此外承認花蓮地方法院庭長負責繼承遺產官司的律師 還發現花蓮有許多原住民保留地 也有相關繼承超過登記期限的問題 原住民保留地很多是那個他們長輩祖先的地 可能都是已經好多代了 那可能一些對於一些法令不是很熟悉 所以倒是說根本沒有辦繼承這樣 地震處強調如果祖先死亡年代久遠 以致繼承關係複雜或不熟悉繼承登記相關法令 縣府有提供專人道府服務 民眾也可以找合法的地震室協助辦理以維護權益 雲事新聞綜合報導